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类型是比较特殊的 咱们之前从来没设计过的 什么事呢 偷排工业废水 导致4死35中毒案件 这事咱们得从一个叫李鸿雨的人说起 这李鸿雨家住在山东围坊 朱城市顺王街道建口社区 93年出生的 这李鸿雨呀 别看是个女同志 但特别能干 特别能吃苦 平时呢 也开货车 也经营澡堂子和理发店 收入还算不错 李鸿雨家呀 一共是姐弟三人 除了李鸿雨之外 还有一个妹妹 有一个弟弟 2021年1月30号晚上 李鸿雨呢 也不在家 李鸿雨的弟弟叫李鸿文 这李鸿文介绍说呀 当天晚上十点 天也不早了 回房间睡觉 父母和二姐呢 也都躺下了 转过天来 早上六点来钟 李鸿文起床之后 看见父母啊 都倒在院子里边 二姐呢 躺在床边的地上 喊爹喊妈 喊姐都没反应 这颗把李鸿文给吓坏了 赶紧到了大门口 找邻居 沈子帮忙 让沈子呀 打电话 他跟沈子 回到了家里边之后 发现自己的爷爷 也倒在炕上 也喊不行 随后呢 这李鸿文 又就感觉呼吸困难 喘不上气来 哭通一下子 就晕倒了 据后来李鸿雨说 一开始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闻到空气之中啊 有骨子臭味 以为是天然气泄露了 21年1月31号 九点来钟 李鸿雨赶回建口社区的时候 发现交警已经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了 李鸿雨当时问这交警 交警说 可能是发生了天然气泄露而封路了 在这起事件之中 李鸿雨的爷爷 李鸿雨的父母和李鸿雨的二妹 四个人都失去了生命 包括李鸿文在内 有35个人中毒住院 后来经过鉴定 四名死者都是刘化青 甲刘纯 甲刘弥中毒而死 35位伤者之中呢 有三个人属于重伤 另外有当地老百姓表示说 邻居家的狗啊 鸭子呀 大鹅呀 也都熏死了 您各位化学成绩好的 或者在网上查查 都能查出来 刘化青呢 没有颜色 但是有一股子臭鸡蛋的味道 是一种神经毒剂 主要啊 是作用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 可以伴有心脏等多器官的损害 我们的脑组织 对这刘化青的毒作用是最敏感的 高浓度的刘化青 可以使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突然昏迷 呼吸心跳骤停 甚至直接导致死亡 而甲流唇呢 这毒副作用 类似于刘化青 吸进去之后啊 头疼恶心 还有不同程度的麻醉作用 高浓度吸入 可以引起呼吸麻痹而死 而甲流迷呢 对鼻子呀 对咽喉啊 有强烈的刺激性 引起咳嗽 引起胸部不适 持续吸入 或者高浓度吸入 会出现头疼 恶心 呕吐等等 经过调查 那毒源很快被锁定了 就来自距离李鸿宇家 600米远的 风畅机械厂 经过调查 2020年12月25号 王辉 陈涛 李凯 毛德伟 这几个人 为了非法获利 在不具备处理资质的 情况之下 一块出钱 租下来了建口社区 风昌机械厂的院子 用于非法收集 存储和排放工业废业 2021年1月份开始 王辉和陈涛 先后雇佣金属光 崔奇 马刚等人 具体实施 这非法处置工业废业的行为 2021年1月29号 他们呢 把含有流氢化纳的工业肺液 一共37.69吨 倒在了 朱城市风昌机械厂院内的地灌里 在倾倒过程之中 含有流氢化纳的肺液 和地灌里原有的酸性肺液 产生了反应 导致在场工作的金属光 当场就中毒晕倒了 后来经过医生诊断 是轻微中毒 当天晚上 王辉就把灌口用沙土封堵住了 在一个多月之后 就发生了工人中毒事故 但是王辉 陈涛他们并没有警醒 反而在之后 又酿成了更大的事故 他们就为了挣钱呢 1月30号晚上 陈涛王辉等人 把一罐含有醋酸的工业肺液 运到了朱城市风昌机械厂院内 安排金属光 崔奇 马刚等人 把这工业肺液 直接倒在了机械厂北门的污水管口 1月31号凌晨 王辉 陈涛 马刚 崔奇 金属光 在明知道 含有刘青化纳 和含有醋液的肺液混合之后 会产生有毒气体的情况之下 仍然把这肺液排到了污水管口内 导致两种肺液发生反应 产生了刘化氢等大量的有毒气体 并且通过污水管网就扩散出去了 他们这是故意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的发生 这就造成了建口社区居民 4人中毒死亡 35人中毒住院的严重后果 后来经过相关机关的权威鉴定 这次清倒微废品 导致风昌机械厂 以及附近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生态环境 损失价值 合计2406万2643元 所产生的气体导致空气环境损害 损害额是44238.39元 被警方抓获之后啊 这王辉说 他呢 只有小学文化 做过塑料颗粒加工生意 2020年 看处理废水 挺挣钱 挣得也快 就找陈涛 李凯和毛德伟打算一块干 李凯出面 租下的风昌机械厂 买了容积三四十立方米的储存罐 到后来呢 这李凯跟毛德伟啊 就选择退出了 为了招揽生意 王辉呢 在网上发布消息 说有能力处理工业废水 发广告的时候 配的照片啊 还是从网上直接找的 他们没有资质 也知道处理废水违法风险高 有的客户呢 也问他们有没有资质啊 他就撒谎说 有啊 但是资质不让看 但保证能处理好废水 价格呢 是客户自己报 这废水呢 反正越浑 味道越大 药价越高 他们不仅没有 微废品的处理资质 而且处理方式简单粗暴 对于街道的处理订单 他们呢 就是根据气味大小 来决定 是直接偷排到市政污水管网啊 还是用地罐暂时封存呢 一般来的废水 如果没什么味道的话 什么时候车到了 什么时候排 直接给灌车接上管子 排到门口的排水口 如果拉来的废水 味道特别大 不敢直接排 先放煮灌里 后半夜再用泵抽出来 排到市政排水口 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排屋一共获利 五到七万元 中毒事件发生之后 王辉和陈涛也知道出了大事了 决定逃跑 深夜偷排工业废业之后 返回家里休息的王辉和陈涛 1月31号上午10点 重新回到建口社区 发现道路被封了 下车打听打听 什么事啊 听说附近有居民中毒 死了 而且周围充满了刺鼻的气味 这王辉陈涛提鼻子一闻 这不跟咱们排的那废液 一个味吗 是不是咱们偷排废液 导致附近老百姓死了呀 赶紧上车就跑了 1月31号下午3点左右 当地警方是在日照市五连县境内 将两人抓获的 值得注意的是啊 经过层层转包流转到王辉 他们那儿的工业废业 除了来自山东省内企业 也有来自上海天津等外地企业的工业废业 2021年1月2号到1月28号 王辉和陈涛经人介绍 接收了山东杰城制药有限公司 产生的废液15车 一共是434吨多 非法倾倒至了 风昌机械厂外的污水管口 严重的污染了当地的环境 后来经过鉴定 这废液呀都是危险废物 2021年1月27号 他们又接收了上海某公司 产生的工业废液25.88吨 安排人把这废液 泄到了风昌机械厂仓库里 非法住存 后来呢 一部分用于冲洗污水管口 掩盖1月31号凌晨 投放危险物质时候 产生的刺鼻气味 1月30号 王辉陈涛等人 接收了天津某公司产生的 含醋酸成分的工业废液 差不多13吨 在安邱市石堆镇 石仁坡村北边 非法掩埋 其中 王辉 陈涛等人 参与非法处置全部危险废物 473.32吨 2021年5月份 维方市检察院对王辉 陈涛 金属光 崔奇 马刚等5人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 这5人的行为啊 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污染环境罪 此外 2020年夏天 王辉为处置废物 非法牟利 还通过别人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3枚 公司印章5枚 这就构成了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伪造公司印章罪 维方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王辉等人 明知所倾倒的工业肺液产生的气体 具有毒害性 仍然向公共下水管道内投放 放任犯罪结果发生 造成4人死亡 3人重伤 32人中毒 以及公司财物 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5名被告人 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轻道处置危险废物 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 其中 王辉 陈涛 金属光 崔奇 情节严重 王辉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 伪造公司印章 又分别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伪造公司印章罪 在共同犯罪之中 王辉和陈涛是主犯 金属光 崔奇 马刚 是投放危险物质的主犯 污染环境的从犯 2022年8月份 维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王辉 陈涛 被判处死刑 金属光 被判处无期徒刑 崔奇 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马刚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王辉 他们呢 还不服一审判决呢 认为两刑过重提起上诉 2023年12月12号 山东省高院做出二审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目前呢 已经依法报警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这事呢 发生在2021年 也就是前年 21年2月10号 在香港元朗 某处天台下边 突然呢 就传出来两声 砰砰的声音 在这天台上边呢 有一男的 就看着下边 两具刚刚摔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俩腿呀 都在那打哆嗦 浑身发软 他呢 拿起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了 这一问才知道 感性 这是一家三口来了一个特殊的约定 约定干嘛呀 约着一起跳楼 但是这儿子 也就是这报案人 最后关头 因为胆小 退缩了 没跳 那么这一家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怎么就至于一家三口 来了这么一个约定呢 而最终那个儿子 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警方经过调查 这一家三口里边 这儿子叫刘家伟 天台下边 那两具摔得血肉模糊的尸体 是他的亲生父母 要说起来 为什么跳楼 得从二一年 一月份说起 当时啊 已经快临近过年了 香港也一样啊 过年之前 那也得制备制备年货啊 没事去街上 买点好吃的 好喝的 好玩的 好看的 刘家伟父母呢 很开心 在街上逛了一整天 大包小包的 买了不少年货 准备和儿子这一家三口 一起过一个幸福温馨的春节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逛完了街 兴高采烈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看见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的 正站在他家门口呢 这俩男的呢 嘴里边叼着烟 一脸凶象的就看着他们 当时啊 就把刘家伟的父母吓够呛 这俩人干嘛的呀 看着人心里这么发毛 老两口呢 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这么着 就在这两个人的注视之下 老两口 哆哆嗦嗦的打开了房门 推开门这么一看 嘿呀 家里边那是一片乱七八糟 并且 他们的儿子刘家伟 被另外一个标形大汉 正踩在脚底下呢 刘家伟 根本不敢反抗 他也反抗不了 自己呀 在地上抱着俩胳膊 在那瑟瑟发抖呢 老两口一看儿子这个模样 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 尽管知道不是这几个人的对手 但自己的儿子不能这么被人欺负啊 踩住刘家伟的那男的 看那架势啊 还想接着殴打刘家伟呢 老两口赶紧上去就拉住这男的了 我们的钱不是都还了吗 怎么还来找我们麻烦呢 这群人呢 的确是来找麻烦的 也不是头一回来了 还是一人在那叼着一根烟 看着这老两口 就跟这老两口说呀 你们儿子呀 又欠下账咯 这回欠的更多 那这刘家伟是怎么欠的债呢 刘家伟有个恶习 就是赌博 之前呢 恨不得把家当全都输进去了 欠了巨额的赌债 老两口呢 想方设法东拼西凑啊 跟这家借跟那家借 总算是把这赌债呀 给他还上了 但刘家伟呢 不知悔改 又接着去赌 这一赌 又欠下了巨额赌债 刘家伟这时候 一边哭着 一边就跪在父母面前 在那道歉 爸 妈 我又没忍住 又去赌了 又欠了一笔钱 老两口一看此情此景 再听儿子这么一说 彻底懵了呀 站在那也说不出话来 一动不动 但是刘家伟却急了呀 跪着呀 蹭蹭蹭的就爬到父母面前 爸 妈 你们救救我吧 我以后不赌了 我真的不赌了 这这这这是我最后一次 你们再救我一次吧 老两口听到儿子这么说 当时就瘫坐在地上了 是啊 这得救啊 是自己的儿子呀 救这么一宝贝儿子呀 不过 怎么救啊 这要债的几个人呢 眼看着这一家三口这个模样 在旁边也不紧着逼他们 随后啊 说了几句狠话 也就走了 老两口知道 这群人可不好惹呀 冷静了一会儿啊 就问这刘家伟 家伟 你说实话吧 你这回又欠了多少钱呢 人家让你什么时候还上啊 刘家伟啊 在那还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 我这回欠了 欠了两百多万 什么 两百多万 这对于父母来说是青天霹雳呀 给刘家伟的父亲气的呀 抄起来赶面杖 朝着刘家伟就打了过去 他恨不得打死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呀 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还钱一笔赌债 他们家已经山穷水尽了 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老两口的退休金 刘家伟呢 平时的职业就是在外边开出租车 但是沉迷赌博 还不够自己赌的呢 更别说为这个家里边带来什么经济收入了 尽管生气 但你真能打死他们 不能啊 这是儿子呀 出了问题了 那得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呀 平静了一会儿 一家三口坐下来好好的商量 该怎么办 这时候刘家伟提出来 爸妈 我知道咱们家也没钱了 这不还有这套房子呢 把这房子卖了吧 能还上点 但是这对于刘家伟的父母来说 没有办法接受啊 老两口辛苦打拼一辈子 没多少积蓄都给儿子还了赌债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一套房子 房子再没有了 怎么活呀 去哪儿生活呀 刘家伟的父亲听刘家伟这么一说 腾冷一下 可就又起来了 指着刘家伟的鼻子就骂呀 刘家伟 让你不赌了 你上回也说了不赌了 你怎么又欠了两百多万呢 啊 行啊 这回你还打上咱们这房子的主意了 你是想逼死我跟你妈呀 听着父亲的这责骂 刘家伟也不敢吭声 刘家伟的母亲呢 跟他的父亲不一样 对自己这儿子啊 溺爱的没边了 看着自己老伴这么骂儿子 他呢有点于心不忍了 赶紧就拦下来了刘家伟的父亲 行了 别说了 家伟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别骂他了 出了事了 咱就想办法怎么解决吧 怎么解决呀 你光聊哪能聊得出来呀 刘家伟的父亲叹了口气 勾搂着身子 老两口啊 就开始收拾这一片狼藉的家里 这老两口 会同意儿子卖房的这个提议吗 老两口啊 这火也发出去了 随后刘家伟的父亲勾搂着身子 开始收拾这一片狼藉的家里 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归整齐了 各个屋子都看了一眼 这是这家人最后的容身之处啊 啊 在没有这处房子 真不知道该怎么活 这种情况之下 让他们卖掉房子 以后流离失所 没法接受 但如果不卖房子 自己的儿子又怎么办呢 这群人不会放过家伟的呀 算了 为了儿子 还是卖吧 这么着 就开始把这卖房信息挂出去了 真到卖房子的时候啊 这看房的人倒不少 但刘家伟的父亲呢 是百般的挑剔 确实 打心眼里边是舍不得 还赶走过好几个买房的客人 既然把房子挂中介那了 哎 人家有客户看房 你这还不是好鼻子好脸的 人中介后来呀 也不想掺和了 人也不想帮着卖了 中介就认为 你这是纯属拿我们寻开心的 你这不是成心卖房子呀 所以卖房子这事 也就慢慢的搁置了 房子卖不出去 刘家伟那边的赌债就还不了 那帮人必然还得上门 果然到了期限 还没还清债务呢 那群人哪 三番五次的闹上门来 周围左邻友社亲戚朋友 都知道他们家出了这样的事情了 这老两口一辈子踏踏实实 就耗个面子 现在天天让人堵在门口追债 实在是听不了别人的闲话呀 也不敢出屋门了 就躲在房子里边 但是你躲 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老两口这一躲呀 躲了一个月 天天心惊胆战的 也吃不好 也睡不着 这一个月呀 感觉比一年五年十年 过得都漫长 最后在绝望的情况之下 老两口甚至想到了自杀 是啊 遇上这么个不孝子 晚年生活 也没法好好的过了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还不如死了 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是越想越郁闷 越郁闷 越想自杀 后来就把想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刘家伟 刘家伟呢 听到之后 也不说劝劝自己的父母 反而说 是啊 爸 妈 我这段日子过得也不好受 行啊 你们要自杀 我陪着你们 咱一家人 一起去死 这么着 这一家三口 就算是约定好了 既然约定好了 就感觉现在生活之中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二月十号一大早 就一起出门了 这一天呢 是腊月二十几乎 街上热闹极了 别人都是兴高采烈的逛街 制备年货 其乐融融 刘家伟一家三口呢 这一天倒是也挺轻松 脸上啊 也是洋溢着笑容 去了百货公司 一人买了身新衣服 还去了一家特别贵的餐厅 平时都没舍得来这吃过 点了一大桌子自己喜欢吃的菜 吃的开心 因为啊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了 临近死亡 临近终点时刻了 他们就觉得 一死了之 能够解决一切 吃完饭之后 变得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愉悦 最近这两年 哪过着好日子了 不能聊天 一聊天就容易吵架呀 弄这么一不争气的儿子 但现在那些债务不是回事了 我们都不活着了 还债务什么债务啊 他们呢 轻轻松松 于于快快的 在那聊起了家常 聊得挺好 聊完以后 又找了一个景区 玩了一个下午 等天彻底黑下来 才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之后一想 咱也得吃顿饱饭再走啊 就开始准备最后一顿晚餐 刘家伟的母亲呢 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刘家伟的父亲呢 也没闲着 挨个的打电话 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告别 吃完了饭 仨人手拉着手 就像刘家伟小时候一样 左边是父亲 右边是母亲 一家三口 父母拉着他的手 来到了选定的天台这 站到天台上 吹着冷风 这正应了那句古诗啊 杜甫的那句诗 什么叫一览众山小 夫妻俩呀 是一点也不害怕 最终刘家伟的母亲 迈出了第一步 抱了抱身边的丈夫 抱了抱自己的儿子 我先走一步 咱们黄泉路上见 转过身来 就跳了下去 看到妻子跳下去 刘家伟的父亲 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老伴 我来了 随后 也一步跳了下去 按照计划 爹妈都跳下去了 这时候 刘家伟 应该跟着他们 从天台上跳下来呀 但是刘家伟 看见父母的惨状 直接吓得 瘫倒在地上了 他不敢跳 在那痛哭流涕 根本不敢迈出那一步 最终 拿出手机 打电话 报了警 很快警车和救护车 都赶过来了 但这时候啊 已经晚了 护士 跑下车的时候 发现刘家伟的父亲 早就断了气了 刘家伟的母亲呢 还有一丝气息 尽管被抬上救护车 但还没到医院 刘家伟的母亲 也离开了人世 挺好的一个家 就因为赌博的刘家伟 彻底的毁了 老两口 因为自己这儿子 都离开人世了 而只剩下了 这罪魁祸首 贪生怕死 警方啊 了解了事情经过之后 当即逮捕了刘家伟 表示要以教唆他人自杀 来对他提出诉讼 因为警方怀疑 刘家伟在这件事情当中 很有可能做出了 诱导他人自杀的行为 既然是涉及刑事案件 警方呢 自然要对刘家伟的家 进行搜证 结果发现 这对自杀的夫妻 居然还给儿子 留下了医书 在医书当中 他们表示 要把名下剩的 唯一一套房产 留给自己的儿子 听到这儿 您各位也明白了 最了解自己儿子的 莫过于父母啊 父母早就知道 被他们宠得不成样的儿子 根本不敢和他们一起去死啊 但他们呢 依然疼爱这儿子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以后的日子 所以才把身后留下的最后一点财产 让儿子继承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份遗嘱啊 也成了警方指控刘家伟的最佳的证据 有了这份遗嘱 就证实警方的猜测 并非是毫无根据 父母的死 也确实触动了刘家伟 刘家伟 人生第一次深刻的忏悔 向警方供述了所有的事情 还交上了一份陈情书 最终刘家伟被依法判处 五年的有期徒刑 其实对于刘家伟来说 最难过的还不是牢狱之灾啊 别忘了你还欠着人钱呢 出狱之后 面临的依然是对方无休无止的追债啊 到时候债主会放过他吗